草屯镇目前被列为国家三级古籍的登营书院 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 是镇内第一座学堂 一直用新传承传统文化 书院于2010年设置是设语研习班 开设相关的课程 包括学古人作诗班 诗词吟唱班及书法班等等 虽然涮教了门的课程 但还是吸引许多喜欢诗词的民众前往参加学习 我们登营书院有汉学诗学班 因为我们的徐副社长担任汉学基础班 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 而且培育了非常好的优秀的人才 并且把我们登营诗运传唱了这么久 特别我想我们还有林东霖老师 指导我们的诗人写作 成绩斐然 县正社长林东霖及副社长徐彦春 积极推动古典诗《谁写谁淫》 让学员更有效地掌握做事的方法 并请学员互相分享学习 在每年结业时会举行成果展 不但让学员可以发表他们的作品 也让大众对于过翠更为亲近 今年的话就是南湖班 南湖班的话有跟他办一个登营勤运的营业会 那我们汉学基础班的学员村副社长 他的话他有跟他整理的一个古典诗集 叫做槐树诗诗 可以今天办理新书发表会 另外的话学骨人做事班的话 历年来都有得到艺山文学奖 各个奖项 黄西奖 彰化的黄西奖 天奈斯奖都有 那我们就是有编了大概将近20来本的书 都把它展示出来 来举办各研习班的成果展 一方面的话就是给我们的学员 他会激励他 他会很用心的去学习 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说 我们办理这个成果展 很多民众会到书院来 那他们知道说我们书院 有在推广这些文化 而且我们都是免费的教学 有兴趣者的民众都可以到登营书院来演习 为了推广汉学 开设学古人座师班 提供乡亲免费学习体验古典诗词之美 从开班至今13年间 每年都有社员得到各县市文学奖 截至2023年底 总共获得35支奖座 在老师用心设计课程及指导下 开启艺术创作潜能外 也更能够丰富学院的生活与心灵 参加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非常我们的东林老师在教导写古人作诗 那我们登营书院呢 就是每礼拜四老师就会来教 教我们这个传统的诗词 所以呢我来这边 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来这边学习 我也学习的蛮久的 老师所教的学生 每年都有得过奖 但是大家都很厉害很棒 所以呢写古人作诗的话 如果你来这边学习 可以把我们所想到所看到的 都把它描述出来 所以对我们就有一种帮助啊 你在家里如果无聊 我们可以看个书 然后写个这个东西 每天在这边呢环境非常好 是应该不会很困难啊 老师教得非常清楚 只要你耐心的听老师的指导 你就会学习起来 像我们的春夏秋冬 老师都会教说 今天看到梅花 你就想写了梅花诗 今天看的桂花很漂亮 你也可以表达桂花的 它的美妙 它的纯洁 然后看到夏宇 夏宇我们窗外是不是滴滴答答的 我们也可以描述出来 来这边学习呢 我们可以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然后不会的话 我们有五位的老师在指导 你可以跟同学们 大家互相交换意见 所以从这边学习非常的快乐 也很简单 学古人作诗越简单越好 老师不仅制编教材 将传统饮试拿入课程中 让学员更有效地掌握 作诗的方法外 并请学员互相分享学习 我们学习那个古典诗词 学习台语啊 用台语的来写出来 不能用国语思考 因为写古人的话就是古早的人 那李白啊李厚主啊 他们在写的诗 就是大部分是这样来学习 所以学习诗呢 要拿到窍门就非常的简单 不过老师非常的认真在教导 他教得很好 登营试色的用心 吸引许多喜欢诗词的民众 包括有嘉义和新北的乡亲 一同学习 学员许多都是第一次接触 从无到有慢慢学习 觉得收获良多 在演书学习我们林董林老师 所有的专程来到大老师拜访 大老师亲告别人那些诗诗 所以我也第一次有成为 我们南岛国人球赛不讨厂 比赛有预算 老师也让我很多记得 他能用同一个方式 和学员要如何设计休息 所以我 感觉说我们 定习语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不管推定习语的文化 还是学员的诗诗 跟南湖班 跟书法班 都是提供我们民众 一个很好学习的机会 我感觉习语其实是一个很好 帮我们生活做一个记录 帮我们传统的文化 让大家演唱下去 今天这个新生活表会 我感觉我们对我们的 区域社长对他的肯定 他在我们书院的奉献 十几年来到 学员的诗诗 所以今天我也很欢迎大家 参加这些活动 希望说我们国民众 如果说有机会 有机会 参加我们定书院 参加我们 古百年每一堂活动 相信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你的生活更加要衷心 这一本是我 老师帮我 帮我自己个人的试语 这是二孔第一年 帮的 因为我学习没多久 所以习没很多 大概只有 百几十年了 老师以尽用心 对我们的学员 很聘务 他帮我们做一个收集 来变得 希望我们的 心理能够越来越多 所以我个人也要 没有时间来出办 而是老师也帮我们鼓勵 所以我希望 以后有机会 可以来 做我在我们 孙女二孔 做下期的技巧 应用在下期的部分 帮我们的生活 做一个记录 让我们的 这本事情 越来越豐富 邓寅时社 借由互相交流方式 引导学院 能够更有效的 学习诗词 且越学 越有成就感 十多年来 展现相当好的成效 提供对诗词 有兴趣的乡亲 一个学习的场所 老师说 要过一个失的生活 还是用诗来 记录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就是 不管去什么所谓 或是对了什么事情 我有一天的生活 就用诗的方式 来做一个记录 既然古典诗要下 实在很不简单 但是我们的老师 会用很简单的方式 我们的应得 要怎么完成 一首诗 所以我来这 通道的训练就是 俄乡下诗 不然这样 整诗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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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俄乡下诗 所以慢慢地有电子车中行 这也是对我通道的鼓励 透过成果站 除了让演习班的成员 把一年学习成果和大家分享 同时进行 登营师社副社长 徐彦春的古典诗词 新书发表 海域师傅书准 这是我们的登营师傅院副社长 可以说 这五十四月退役后开始就去西市 现在在这一层窃 都有八百万兴 我们就在这一层窃 留给这些秀台的人 可以来帘胜于俄乡下诗 所以这个部分 我希望今天来的人 马上给他做这个 徐彦春副社长的签诗会 拿下一个签名 还有纪念性 这一本《怀素诗纯》 我刚才拜读了浏览过 我非常地赞叹我们的徐彦社长 它里面有八百多首诗 还有三百多题的诗中 并且还有大家比较少做的登名 我们的徐彦社长是累积了数十年的功力 把作品的精华都集中在这一本 《怀素诗纯》 尤其是在我们的登名书院 我们是已经从清代到现在 全台湾最保留原貌的古典诗院 在这样的古典书院 有古典诗集 有古典诗人 我想是我们书院最大的特色 也是最大的福气 从早期在南田书院休息 前往国校担任台语教学资源人员 后来加入食社交道 都不断地在学习 获奖武术 成得到南投县遇上文学奖书荣 所住《怀素诗村》 首录传统诗创作八百余寿 这次把累积数十年的功力来展现 我所思想 是我这个退休了 才开始写的诗 大概有二十年了 二十年来写的诗诗 所以诗语的流行 是有更方便的 但是不说很多 算起来不太多 是我有时间的时候 就写 因为我退休了 就是国家做台语老师 所以接触台语 对台诺语音 例如说流行报告 台语的县堂 稍微有知道一些 所以作诗 作诗的变诗 我们以后患语的变诗 第一声到第二声 是变诗 春的这声 每礼拜 我是都来这里上课 上这个 上这个 现在这个就是上流行报告 这个 平音 切音怎么切 因为少人知道 把这些文化 团下去 让医疗的人 都知道 台语的诗语是怎么切 这是一个原则 是这样而已 我是一个初学者 我初学家 我 我当学习师 我今天来 我们家登营书院 我实在很多诗语 我感觉非常开心 尤其是我们的 徐延春老师 他今天出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槐树诗诗 我感觉 可以 可以 射诗 还可以射诗 我感觉他很厉害 所以 我非常好 老师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可以 还有很多很多诗 可以 可以 大家欣赏 也希望 很多人都会来 来我们这 登营书院 来这 认诗诗诗 县院 廖直友表示 书院不但是 先祖培育人才的摇篮 也是 贤大清雪的圣域 感谢登营书院 鸿文正道 不仅把汉学推广到一般的民间 也让一般大众可以来这里欣赏 与学习 登营书院 在台风办案就是 这个 古文化的演书 也是 和一些 爱好就是 一些古诗 也是说 爱好 我们 修法 这些 好朋友 可以 有在这个 我们的 事院里面 来办理 这些 演习 的活动 让我们这些 好朋友可以来参与 因为我们当时 一直都 有在推动 这个 古诗 吟唱 和 就是 創作 所以 他每一年都有开班 当然 这个 在新的一年 就是 年代的时候 来做成果展 希望说 我们 爱好 爱好 这个对 古文学 有兴趣的 好朋友 可以 来登营 私设报名 登营书院 从十多年前 设置私设与 研习班后 长期免费教学 推广 书院文化 也欢迎有兴趣的 有兴趣的乡亲 一起参与学习 民意新闻 红一轮 转提采访报道